Hello,大家好,我是Kaze 我是蠻蠻蠻 還有? 2 對了,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喜歡吃杯麵 話說前陣子是怎樣? 等你講解一下 前陣子我聽到一本發現了一些很棒的東西 它有一個系列叫做黑歷史系列 黑歷史系列 黑歷史系列 給你看看 這是你中學的照片 不是 你中學的照片 沒有啊,對不起啊 真的沒有 沒有,真的沒有 最不賣的三款杯麵 它這次翻出了 它說出這杯麵的時候 可能大家的口味和市場不喜歡 現在可能大家會喜歡 所以它翻出了這幾個杯麵 又來試試看會不會慘淡收場 首先在試吃之前 我們逐個逐個杯麵介紹一下 第一個是誰 1995年 即是幾年了 這個叫什麼? 1995年 20... 22年了 22年前出的這隻 給大家看看 這個 這個叫做夏日喝味道Summer Loodle 這個杯麵就是檸檬香茅東陰公泡麵 其實東陰公泡麵很普通 沒有啊,東陰公泡麵有很多 不過1995年未必流行 緊急發售 主打是這個東陰公泡麵的湯底 東陰公泡麵的湯底 泰式酸辣湯 加上這個香茅 但是20年前日本人對香茅是完全不熟悉的 所以覺得這個味道很像味道 有點像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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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蜜 是2002年推出的 那時候2002年是茶飲品非常興起的年代 那時候日清就在想 把茶飲品加入麵 應該會大賣 大家都喜歡吃茶泡飯 誰知日本人覺得這東西是甚麼 所以蕭良就暴死了 忍然失色 最後因為出現了高湯的熱潮 再試一試會不會真的好一點 另外還有最後2002年出的杯麵 看來2002年生意不太好 不是,試了很多新的 還好嗎? 因為這個是熱帶UFO杯麵 剛才在製作UFO的聲音 這個就是泰式海鮮炒麵 泰式?看來人們不喜歡吃泰式 2002年的夏天推出 當時日清是因為想著 合味到熱帶海鮮口味買得太好 所以想做一個叫做UFO炒麵 問題是熱帶UFO的名字未免太懸疑 那時日本人不習慣泰式甜酸的口味 不過現在泰國菜在日本已經稍微受歡迎 這樣可不可以做到第二個感覺 哦,其實日本也不喜歡吃泰國食物 意思是當年 剛剛的資料先說一下 我在雜誌新聞看到的 今天我們來試吃這三個杯麵 這三個杯麵應該在香港是沒得買的 暫時未見到 但可能會有創底庫 創底庫1995年 這三個杯麵應該是很吸引的 但你手上拿這個 是看不到裡面是什麼 剛才我都問的是什麼味道 你看不出來是什麼 它沒有送的東西 我們逐個逐個開出來試試看 首先看看我的天茶 開出來是烏冬 有兩包醬料粉 嘩,對不起 如果我倒進去會不會太噁心 喂呀,真是好噁心 放在這裡不行嗎 OK 這包是...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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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放進去會不會太噁心 其實不放進去就不行 什麼啊,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 大家立刻來看看 不行 等一下味道不合味 撿一顆蛋就去吧 你拿紙巾吧,你走吧 這裡沒有你的事,走吧 讓我自己來拍吧 這個女人真是不得治療 吹得過吹得過 這個天茶杯麵 有兩包粉 我們看看兩包粉是什麼 高湯前... 即是現在的 這個有沒有寫高湯後 沒有啊,是不是真的放進去 你再放進去,粉會被我倒進去 你還好意思說 這個是之後的 這個是天婦羅 只有一個天婦羅在裡面 這個是冬甘公 倒正一半的夏日深 你過去再放進去 這個熱帶UFO有點不同 因為熱帶UFO不是一個杯麵 它是一個拌麵 先放一包菜 這個可以了 好餓 這個吃得好餓 這個好香啊 好大顆蛋 好大顆蛋 怎麼發到這麼大 嘻嘻 你看著,看油掉了 又怕我弄掉了 我平時吃冬甘公的味道不一樣 它的香茅味真的比較好 香茅味比較好 對,聞一下 吃完它 一起試吃 不要咬斷了 一起試吃,你要記住 其實很美味 想說這個 冬甘公杯麵 好像在香港也有得買的 對 其實冬甘公杯麵有很多版本 不同地方的版本 我們有很多 有機會我們再拍一條影片 告訴你我們有多少 哈哈哈哈 我覺得蠻好吃的 對呀,這個蠻好吃的 我想說 不錯的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是吃一種泰國的 有種香料的感覺 不是只是酸 這個蠻好吃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現在出的 但我覺得味道可以比較濃 但為什麼味道沒那麼濃 應該是因為有人把粉全部倒掉 所以... 所以它沒那麼濃 不關我事的 這個我第一個 我覺得蠻好吃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要關一盒 那邊在做拌麵 這個天茶其實都可以吃的 這個最主要是湯底 待會喝湯底 用筋來喝湯底 不行不行 麵真的不太硬 不行,很辣 辣 辣? 我的芥末味的味道很辣 芥末味是肝的 好肝的味道 你個人偏好是不是 我不吃芥末味 但你吃下去是有一種辣的感覺 有芥末味味嗎? 有啊,有芥末味味啊 你喝湯 有芥末味味嗎? 你吃不到芥末味味嗎? 你吃光了 你整盒吃芥末味吃到芥末味味 我吃不出有什麼特別的 我沒有特別的 有芥末味味 阿姨,你為什麼? 沒有芥末味味 怎麼可以吃都沒有芥末味味的? 我覺得很工備很辣 但我的感覺是跟普通的 有平時賣到的 對,跟平時的街上 你現在還可以在 普通天賦羅烏冬的味道 普通天賦羅烏冬 在樓下買的都是這樣的味道 所以你們也吃不到茶味 也吃不到芥末味味 吃不到 這個超級怕歷史 最後一盒 這個完全看不出來 這個是夏日UFO 熱帶UFO 有點油油,我覺得有點辣 我試一口 這個是甜酸麥的味道 甜酸麥的味道? 是咕嚕麵? 是啊 咕嚕雞球味 是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喜歡這個 這個真是難吃 它是辣辣的拌麵裡面 很重的檸檬味 超級重的檸檬味 不,對不起 大家幻想一下 如果大家可以買到 大家嘗試購買炒麵王 讓我想一下炒麵王要加什麼味道 好像在吃零尾雜生餅的 我試一下形容這個味道 給大家自己感受一下 超級重的檸檬味道 你想一下炒麵王 加個麥當勞的甜酸醬 再擠 太色辣醬 4分之1的檸檬 太色辣醬 就是太色辣醬 不,太色辣醬比較好吃 你要再擠 不是小檸檬 是4分之1的檸檬 就是這個味道 最怕歷史是這個 這個是OK的 我覺得我們要評分 最後是誰? 3分之1 2分之1 我覺得是這個 這個芥末味我都不吃的 我寧願吃這個 我都不會吃這個 你針對芥末味 你針對芥末味 那不關事 你都吃不到芥末味 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就是 叮叮叮叮叮叮叮 我反而覺得這個 蛤? 蛤? 不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味道 始終它的香茅味 和冬桿桿味太強 所以有黑歷史是不奇怪的 就是在排名上 但是這個 普通到不僅要 其實你覺得它應該是賣得去的 我覺得這個是最賣得的 就是這個 好了,我們先吃完這麵 今天我們試吃了這幾個黑歷史麵 結果就... Summer杯麵已經被人偷了來吃了 喂! 結果我就覺得是OK啦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不知道在日本或者泰國 會不會有香港的地方 可能放了20多年就可以買 或者... 可能不是它有分出的 可能可以入貨的 有機會的話你們就試試看吧 那條片我們回去再見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們 BYE BYE